大家好,我是华南银行人资部的王巧涵 我在华英有服务将近两年的时间 你好,我是人力资源部培训科的蔡怡田 目前任职在华南银行已经三年多了 大家好,我是玉琳 我在华南银行人力资源部服务 那我入行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华南银行在给予员工的 像是生育补助一胎十万块 那还有结婚的婚假十四天等等 这些在同业里面都是非常羡慕的 那我当时在同业也是投影非常羡慕的眼光 那也因此考进华南银行 其实我很多好姐妹都在华南银行工作 那他们都会跟我分享说华南银行的福利很好 像是结婚啊,生育,退休这些互助金 然后还有子女的奖学金 加上华南银行本身的形象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考进来 因为我本身就读的是商学相关的科系 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 长辈就推荐我到华南银行 那其实在学的期间 我也曾经到华南银行恰办过业务 那个时候华南银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亲切 所以我选择华南银行 华南银行一直给我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包含升迁制度以及员工福利都相当的健全 去年太太怀孕的时候 我都可以申请家庭照顾下去陪太太 那太太现在已经复职了 我听她说我们总行有设置了五间吉卜鲁市 那个感觉就像月子中心一样 华南银行实在是让人非常安心 我觉得华南银行在给予员工的工作跟生活平衡上面 这方面的福利是做得非常好的 像我目前是有一个六岁今年上小一的小朋友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阶段来说 公司给予一些像是和家人美语啊 或者是安清的一些企业优惠等等 这些对于我现在来说 都可以让我比较专心的在于工作上面 我觉得华南银行除了在意员工的工作表现之外 同时她也在意员工的工作跟家庭平衡 我觉得华南银行给我的感觉很温暖 像我在怀孕的期间 我们有女性员工母性健康的保护计划 就会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来咨询你的健康状况 那像是身体如果有突然间的状况 也都可以联系小护士去询问咨询 而且她会每个月评估我们的工作危害 及心理压力 并且可以适度的调整业务量 我觉得这点蛮贴心的 没有想过 可能创业当老板吧 因为我爸在退休之前 就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像现在自己有小孩之后 我就觉得小女生的东西真的都好可爱 不然就是来卖点小女生的东西 当个老板也不错吧 这问题我没有想过 不过我平常喜欢骑单车 如果当时没有进入华南银行的话 或许我会自己创业从事有关休闲活动的工作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当一名兽医 但对于血来说实在是太害怕了 所以现在目前家里是有一个六个月大的毛小孩 那如果没有进华南银行的话 我想会去学习当一个宠物美容师 我知道华南银行现在有微型创业凤凰贷款 像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产业都受到影响 如果说有想要开启人生第二春的 做做美甲卖卖东西 都可以透过这个凤凰贷款 得到资金跟课程的协助 如果有想要创业的客户 都可以来华南银行询问看看